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花数万元报班 孩子还考报数第一 家长起诉法院 不久前啊 河南省南阳市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家长和培训机构还因此闹到了法院 据新快报河南商报报道 小宋呢 是南阳市某初中的学生 因为学习基础比较差 他的父亲宋先生经过考察呀 就决定在南阳市的一家教育培训学校 让儿子上一对一的补习班 那经过双方的协商 议定由这所学校 对小宋的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进行一对一的培训 每课时四十分钟 九十块钱 那随后呢 小宋在2015年7月15号到11月7号期间 就接受了学校的培训 宋先生为儿子小宋交培训费四次 一共呢是两万八 但是啊 从当年10月15号起 宋先生欠付培训费 一直到当年的11月7号 一共拖欠培训费是7875块钱 那培训学校多次催要 可是宋先生呢 却拖欠不付 培训学校呢 也为此提起了诉讼 令培训学校没有想到的是 宋先生在知道自己的儿子 成了被告以后 反过头又把学校给告了 不仅不交剩余的学费 还要求学校退还 已经交的两万八千块钱 那么宋先生的理由是啊 说培训学校呢 仅仅是一家提供 短期培训的教育居构 不具有全日制的办学资质 校长又没有教师资格证 学校也没有收费许可证 那培训学校夸大自己家的 办学资质和师资力量 承诺培训教育的效果 保证小宋考上南洋市内的高中 但实际上呢 这所学校没有完全履行 培训管理义务 以至于小宋的学业被耽误 学习成绩不禁反退 退到了班级倒数第一 没有能够达到培训教育的目的 所以呢 他就提起了反诉 请求判令 培训学校返还 培训费 两万八千块钱 那么花钱给孩子 送到培训班的目的是提高成绩 但是成绩不禁反退 可以要求退钱吗 就是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呢 今天啊 我们就邀请云南大阁律师事务所主任 耿学连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耿律师你好 你好范主堡 非常感谢耿主任 其实啊 这个案子非常有代表性哈 可能我们大家每一个孩子都要送去培训班 但是最后的效果拆强人意 很多培训班交钱的时候都保证 肯定来了以后我的这个成绩就提高了 但是有些时候呢 这个可能也不完全取决于培训班的教育 也取决于孩子的个人的问题啊 但是家长都要看成绩 我花出了两三万块钱 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宋先生就是 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培训费就花了三四万块钱 那么孩子的成绩不降反退 这种情况 宋先生能不能够要求退费呢 综合这个宋先生 他要求退费的理由呢 有三点 一呢 他是说这个学校不具有 晴日制办学的知识 校长呢 没有教室资格证 学校没有收费许可证 二呢 是培训学校 他认为培训学校夸大办学的资质及师资力量 承诺培训教育的效果 保证小宋考上南洋市立高中 但实质上做不到 第三点呢 他是认为学校没有完成旅行这个培训管理的义务 相反耽误了小宋的学业 就这三点理由呢 我个人认为 第一点呢 不能作为退费的理由 因为根据我国教育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 民办教育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的规定 作为民办的教育机构而言 他其实并没有要求 他必须是全日制的 也没有要求校长 必须要有教师资格证 简单点说 就是如果相当于他贴重于校长 主要做行政管理 并不从事这个教书 并没有要求校长 必须有教师资格证 也不要求收费 需要经过行政许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教育机构可以根据 教育行业的积极特定 来选择合适的办学模式 制定自己的收费标准 那么这个收费标准 他只要报物价管理部门 备案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我认为就以此作为 要求退费的理由 法律一级上是得不到保障的 但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认为是可以作为 退费的理由的 这个宋先生和学校资金 他不要的是培训班 但他从法律意义上说 他构建的是一个合同关系 那么在这个合同关系当中 如果学校对培训效果 做出了承诺 在达不到效果的情况下 也就是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他理应承担相应的 违反合同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 甚至说如果学校不履行 培训管理义务 不仅双方合同的目的不能实行 反而还造成小宋的学习成绩 不升反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可以理解为 学校不履行合同义务 还给宋先生造成了损失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宋先生 只要求退还培训费用来说 对学校呢 已经是稍有宽容了 那实际当中 其实很多培训班 他也还是懂法的 他也懂得规避自己的责任啊 有些时候呢 他通常以高师资 而且能多少天内 给你保证提高学习成绩 来做一些宣传的噱头 但是实际上呢 很少会有培训班 把这个提高学习成绩的这个效果 写在合同里面啊 对 那遇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我们作为很多学生 和学生的家长就很难维权了呢 这个肯定了 因为如果是相当于 作为校方 他在新传广告的时候 是不是 他提出这种新传广告 说我可以给你保证这样 保证那样 但最后没有写进合同的话 那么作为家长一番 最后说 这个你学校给我承诺过什么 那就淫之无误 你很难拿出证据了嘛 对不对 很难拿出证据 就很难认定对方做了这样的新传 或者是承诺 但是就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要正视一点 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评价呢 学校对外招生时 还是不能做这样的一种吸假的新传 或者是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也就是说即便你没有写到合同当中 做了这种承诺 最后你还是应当依照相当于你对外推广 介绍的内容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是你仅仅就为了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 为了让他来报你这个班 做了这种承诺 在新传推广的时候做了这种介绍 但是最后又做不到的话 那么如果说从消费者一番 虽然不能拿出合同 但是他通过你自己的新传画面啊 就能够以有形的载体或形式认定了 认定了你这个学校是对外做了这个新传 那么作为学生家长呢 是基于你的这种新传和推广 才来报了你这个班的话 那么最后达不到效果的话 我认为消费者仍然可以要求 撤销或者解除这个合同 退还相应的费用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个证据给收集好 就是他的这个宣传海报呀 还有一切这个书面载体的这些承诺 都给他收集好 对对对 我认为首先肯定最好是 现在报培训班的时候就清订合同 该约定的约定清楚 写明了 然后就实在没有清订合同的 那么他在报培训班之前 如果对这些相应的有所了解的 好比是这个培训学校 他发了这个宣传海报之类的 等等之类的 至少你可以先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呢 就以后能派上多大的用场 那以后根据具体情况再来确定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这个工作人员的这种口头承诺 这个也可以收集出证据来 我觉得也可以 就像在这个时候 工作人员他做的这种承诺 那么如果是你通过这个录音啊 视频啊 继续给他固定下来的话呢 我认为也应当视为他学校 对学生家长所做的一种承诺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 法院一个最后判决 那么南洋市卧龙区法院审理 觉得呢 宋先生把儿子送到培训学校 接受培训 并且按照双方的约定交培训费 说明双方达成了教育培训的口头契约 并且自愿履行 那么双方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 不违反法律规定 培训学校的权益 应当予以支持和保护 但是呢 培训学校觉得学生在 本校的学习效果 达不到预期情况下 应该果断的中断 学生在此的学习 而不应该以家长 只要教费 学生学不学自变的态度 去对待学生的成长和教育 这个是极不负责任的 一个教育的态度 因此呢 原被告双方的实质呢 是教育质量纠纷 那么结合本案的学校和 学生是按二八分担责任的 也就是小宋承担八分的责任 培训学校承担两分的责任 最后呢 那么法院呢 是判决宋先生向培训学校 交1844块钱的培训费 驳回教育培训学校 其他的诉讼请求 也驳回宋先生的 其他反诉请求 也就是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对于教学质量这一块 法院是没有支持 宋先生的请求的 法院他认为本案当中 实质的一个纷争 是因为教育质量产生的一个纷争 因为教育质量产生的一个纷争呢 所以这个时候 他做了一个爱拔分担 也就是说 小宋呢 承担了八分的责任 学校呢 承担了两分的责任 那么虽然说承担的只是两分 是不是 但也是承担责任 这个是一个方面的意义 第二方面呢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判决 我觉得就信有材料来看 应当说 就法院他只是立足于教育 质量反馈出来的效果 谁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来做了一个责任上的划分 但这个案子是不是能够认定学校 对小宋 或对宋先生 做出了培训效果上的承诺 那么估计是这个情节 在案件当中是认定不了的 如果能够认定的话 我相信法院会支持宋先生的 这个相应的反书请求 但是如果这个认定不了的话 通常情况之下 报培训班是不是 报培训班 老师说我负责帮你教 对不对 但是没有说 我给你承诺教到什么 什么程度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如果要老师完全来承担 这种退费的责任 就培训学校完全来承担 这种退费的责任 那应当是要在他 对教育的培训的效果有承诺 而又达不到承诺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我认为呢 应该是法院这边 其实无法认定 培训学校 是不是对宋先生做了承诺 所以最后只能一记 教育质量 是不是到什么程度 那么什么人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做了这个责任的划分 其实刚才耿主任 也说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才参加培训班 那么退费的前提 如果按照教育质量 这个理由来退费 那么首先对方一定要有承诺 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承诺 所以保证你的成绩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是让你以此为由 去主张退费 这个是很难的 但是你如果是以 如果对方承诺了 你去主张退费 那么必须还是要有证据 这个是这方面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么参加培训班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以要求退费 因为经常我们也会接到 大量网友的咨询 就是他报了一个什么班 中间由于各种原因 他想要求对方退费 但是可能在这个退费过程中 都会遭到拒绝 那么这就是涉及到 这个问题 另外呢 就是咱们 怎么能够选好培训班 这个呢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这个参加培训班呢 其实我认为双方资金 建立的就是一个合同关系 所以我认为什么情况下 可以退还学费呢 那么当然就是培训机构 他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 履行义务的情况之下 培训机构做了西甲的新传 给当事人形成 重大的误解的情况之下 在当事人没有接受 培训 请以明确知晓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的情况之下 那么就这三种情况当中呢 我需要说明的是 在最后这种情况中呢 即便双方经没有任何违约行为 也就是双方都依照合同来履行 但是根据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 已经双方都明确的确定 这个培训是不可能达到双方 意气目的 想要的效果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双方仍然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来退费 因为双方都已经明确的知晓 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 那么双方在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的话 对双方来说都不会起的好的效果 所以我主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也鼓励双方及早的这个解除合同 避免这个矛盾积累 那么同时为了保障学营自身的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以后发生纷争的时候 那么也能够妥当的处理这些问题 或者是能够尽可能的实现自己 清定这个合同的目的 那么我建议在报培训班的时候呢 首先还是应当对培训机构 做一个广泛的了解 包括其心传是否俗实 师资力量是否到位 内届培训的效果如何 以及其培训针对的主要群体的 因为其实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说 既然构建了合同关系 实现合同目的才是双方最大的权益 所以最好先了解清楚 其次呢就双方认为重要的内容 一定要明确商量确定 并清定书命合同 血净合同之中 一并在发生纠纷的时候 双方各自一词 这样的政绩充分的情况之下 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也就变得相对简单 应该说面对当下 琳琅满目的培训班 而且呢动辄就是几万块钱的 这个培训费 家长在给孩子选班的时候呢 确实是应该慎重又慎重啊 不仅是对于失资情况 那么法律上的一些坑 或者说法律上一些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也一定要注意了 否则你钱搭进去了 孩子的精力搭进去了 最后又没有达到效果 这个确实就是得不偿失了 好 那么在这里也再一次感谢 云南大哥律师事务所 耿学联主任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 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具体的了解我们本期案件的图文资料 以及往期的精彩案例点评 另外您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都欢迎您通过添加15974827467 15974827467 这部电话号码的微信号 向我们进行咨询和交流 给大家提供法律问题解答的 都是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了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